國人最關心的五肥疫苗進度又有新進展了 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今天證實 搶到1500萬劑五肥疫苗 在採購的疫苗我們大概前天也付了一部分的定金 也付了一部分的定金 我們那個目標是1000萬劑 當然我付了定金的這個當然是我上次講在口袋裡面的 本來就已經簽好約 那就是最後再等定金跟Final契約的確定 所以加上COVAX 我們起碼如果加上昨天說10%的人口劑量 我們應該會有大概1400多萬劑 是計算在我們可以拿到的 超過了 超過 接近1500 至於有專家認為台灣在COVAX只有選擇權 所以取得效果比較顯著的賽諾菲疫苗機會不大 對此陳時中表示除了賽諾菲以外 還有跟其他廠商洽談 現在有很多的疫苗在 我們現在有幾家都在洽談 那賽諾菲在COVAX 在他們的好像他們的能夠大量生產量成 可能要到明天第三劑之後 所以第三劑之後 其實可以選擇的疫苗相對的多 不過未來台灣取得5費疫苗後 如果民眾施打意願不高 智慧中心會不會考慮強制某些族群施打呢 強制施打很難啦 強制施打你要去哪裡強制施打 你光是大家限制一下自由 就成本很高 那強制施打很難 但我們會鼓勵宣導 認為有一些相關的配套 現在在思考 雖然指揮中心搶到無費疫苗 古然開心 但今天仍有新增5例境外移入個案 今天新增的5例境外移入個案中 有3例為印尼籍女性 2例為菲律賓籍女性跟男性 年齡介於20多歲到40多歲 他們都是在11月10日前後入境台灣且無症狀 之後到集中檢疫所檢疫 他們都是在檢疫期滿前進行採檢 結果在今天確診住院隔離中 由於這5名個案皆無症狀 檢疫期間沒有接觸其他人 所以無縫列結束者 另外針對具有健保資格的國人 如果不幸在國外染疫 健保是否會補助的問題 陳時中表示 根據全民健康保險法規定 據健保資格國人 可以依法向投保單位所在地的健保署申請 那當然我們這支費核退都是有上限的 大概是在有門診、急診、住院 大概也申請一千、三千到六千本等 我們在烏火下 それでも不幸會 我們是在 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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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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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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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票